最近柴魚飯後或比較花生的國內新聞 當然是適食令 即是叫市民不要浪費食物 我們亦聽到連剩下肉和食物都要重新再吃 這會令我們很自然聯想到 究竟現在中國是否未面對一個很嚴峻的環境 或一個很嚴峻的糧食危機 我們都明白的 我們國內的朋友 他們實在是很浪費食物 我想只要這個適食令一下來 其實以他們叫少了東西 現在就說譬如十個人就可以叫九個人的東西 他們真的省出來的食物 我想可以至少餵飽多三成至一半的人都可以 因為他們實在本身是很離譜的 但我做這個訪問之前都做了一些功課 其實你說是否真的國內的糧食出現了很大的危機 其實不是的 因為以它的數字 其實近年甚至應該是過去一年 其實那個糧食的生產的增長應該都挺可觀 當然你說如果你不相信這個數字 那我沒辦法 但我們覺得現在以中國的規模 以及它都算是很多東西上了軌道 你說要有一個很突發性的糧食危機 其實是不容易的 反而現在問題就是我想很多評論都會說到 即現在吃飯是沒有問題的 即米飯是沒有問題的 但吃菜就有問題了 因為吃菜始終那些肉 很多東西要有飼料 很多些東西 那你是中國自己無法滿足自己 它要做好這件事 另外就是說 即你不吃飯容易吃菜 其他就是所有的物價都提升得太快了 這個也是牽涉到海外採購的東西 那你也知道現在我們 去年到現在經常都說 那些豬肉已經貴了很多了 其他食物其實都會隨著 這些糧食價格上升 怎樣其實是會有一個問題 還有我想不單止中國 其實現在全球各國都要 開始對未來因為氣候變化的 所導致的糧食危機各方面 其實都要做定某些功夫 其實所以我又覺得 即我們當初已經有很多的理由 譬如說中共會亡國亡黨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 譬如經常都說它權鬥 又不夠美金 現在又說不夠糧食 但是你見沒有 即你要是一個很完美的風暴 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相信糧食一向都不是一個 非常吃緊的一件事 當然這個出到來 可能對中美的博弈有些甚麼的影響 我們最近都聽到 其實特朗普經常都放出很多風聲 譬如他就說現在他跟習近平 已經又不是很友善 但他每次說完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想習近平 或者想北京給他一些回應 或者給他一些善意 或者給一些某些協議 有沒有一些好處給他 現在照他們的玩法 你會見到特朗普他計算TikTok 計算微信 計算WeChat 他可能又想搞阿里巴巴 但他又一直釋出的信息 就說這陣子 譬如中方跟我們買了很多大豆糧食 他的表現很好 我們都很歡迎 你會慢慢見到 這裡有一個convergence在 他可能又變回去年 我有些東西要脅你 但總之原來你 和我買那些糧食 大豆 那些我想你買東西 令到我接下來的選舉 那些關鍵州份 那些搖擺州份 是會對他有利的呢 那特朗普其實都不介意的 所以這裡我想我們都會 可能要觀望多好幾日 因為本身對於中國來說 雖然現在的糧食是貴了 但他真的也都需要 他做這個純粹人情也好 還有他又借這個機會 雖然現在你說 那個首階段貿易協議的會談 是押後了 我們都知道其中的原因是 北打河會議都比舊時長了 還有可能雙方都還未找到 那個磨合的位置 但只要他們一開這個會 其實你說中國買多些東西 然後去達標 然後另外一邊又釋出一些善意 令到可能股票又升了 令到那些關鍵州份 對特朗普的選情又向好 那可能又 雖然不可以說一天光光 但至少比上一陣子 我們見到那些劍拔魯章 或者見到中美之間 在台海、南海 即是哪裏都在角力的情況 可能會一下子緩和很多 都未頂的 因為我想特朗普都有點始料不及 就是可能他在幾個月之前 由於疫情的關係 他可能覺得 反華的牌是很重要的 但近來都有一些民調都出來了 原來美國人對中美之間 可以達到貿易協議 其實都有很大的期望 甚至都是很歡迎這樣做的 他亦都見到原來中國 雖然抹面 但原來都肯跟我買東西 或者他們真的需要那些東西 這個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以特朗普那種計算的辦法 或者思考模式 其實他們在這裏可以有一個 一個協議或一個磨合的位 一個摺到頭的位 其實都不奇怪的 都是那一句 即是你接下來的選舉 只剩下兩個半月 你一些太大的動作 其實都可能要可面斟面 因為他影響到經濟 影響到股市 其實可能已經對特朗普的選情構成 很大影響 即是他得罪了金主 得罪了商界 得罪了華爾街 雖然有個說法叫October Surprise 即很多選舉之前 通常選舉一定是11月的 10月通常有些驚喜出來的 但是在這個疫情之下 在大家的國民 都是對經濟有很大的期望之下 我相信雙方都是用一個 比較正路的辦法去面對 接下來這兩個半月在選舉之前 我都同意其實長江的水患 都很得人驚的 我相信其實影響今年的收成 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你都會覺得 這個理由 固然問題是很深重的 但是這個 你會見到反為它是開正了中共那一番 因為中共那一番 其實就是讓你看到它可以很快反應 它可以就說 即使市場的力量是重要的 有些事情可以繞過市場去做 或者現在習近平 雖然你說他甚麼都管得好 連你吃多少東西都管得好 但是他又真是可以管到你 他真是可以約束到你 或者將你引導去一個另外的方向 這個一個不好的反為是表現了 就是中共那一套的一種優越性都未定 因為這個其實某程度 跟疫情有些相似而已 你說美國它的技術 它那些人的聰不聰明 聰不聰明 比我們中國不是好很多賠 但是它由於很多事情都要沒有這種 可以很快速反應的制度 都令到它其實都受到很大的波及和影響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種恥銷比掌 中共你也知道總會做錯事 但是你說簡單一點比較 總之它哪裏出事 它要去補鑊救災 其實它這些東西對於它現在的體制能力來講 又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剛才都說 接下來那個氣候變化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特朗普是不喜歡這什麼東西 他覺得氣候變化是bullshit來的 是廢話來的 但是如果接下來拜登上台 他都說得很白 他會在特別在氣候變化這裏 不單止跟各國合作 還會跟中國合作 因為中國始終在氣候方面 是佔一個很吃蟲的角色 所以在這裏 誰接下來做美國總統 其實就這樣 你說回到剛才我們講糧食這個問題上 氣候的問題上 其實可能都會出現了一個分叉路 一個分歧點出來 對之後的發展是會構成很大的影響